你知道吗,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姓氏曾经遭到了朱元璋的极度憎恨,以至于他下令将这个姓氏的男子全部变为奴隶,女子全部变为妓女,从此断绝了这个姓氏的后代,这个姓氏就是蒲姓,为什么朱元璋会对蒲姓如此残忍?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这里是单看世界,带你领略全球风云,探寻历史智慧。 蒲寿庚,是宋末元初的一位著名的商人和航海家,也是海上贸易的领军人物,他出生于福建泉州,是一位富有的商人之子,他从小就对航海和贸易有着浓厚的兴趣。 曾经跟随父亲和叔叔多次出海经商,走遍了东南亚、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地,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和商业头脑,他不仅精通多种语言,还熟悉各地的风俗和法律,深受当地人的尊敬和欢迎。 他的商船队曾经达到了300多艘,是当时最大的海上贸易集团之一,蒲寿庚,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还是一位有远见的航海家。 他曾经率领商船队,探索了未知的海域,发现了新的航线和港口,为中国和外国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且,当时蒲寿庚还组织人抵御过海上的倭寇,因此他被朝廷授予了执掌福建军事民政等事务,也因此,蒲寿庚既是商人,又是官员,而且在古代重农易商的背景下,蒲寿庚能取得朝廷认可,说明还是很有实力的。 而蒲寿庚也利用博斯职位,快速地垄断了泉州近三十年的海外贸易,囤积了万贯家财,蒲寿庚,虽然是一位元朝的臣民,但是他的心中却始终忠于南宋,他曾经多次利用自己的商船队,为南宋运送粮食和军需,支援南宋的抗援抗争,他还曾经亲自参与了南宋的海上防御,与元朝的水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吕立战功,被南宋封为平海将军,他的商船队也成了南宋的海上屏障,为南宋的存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忠义的人,却在南宋最危急的时刻,做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决定,那就是投降于元朝,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元朝的大军在蒙古名将张洪范的率领下,攻破了南宋的首都临安,金杭州,俘虏了南宋的皇帝宋公帝和太后,南宋的国士,岌岌可危,元朝的皇帝忽必烈,为了彻底消灭南宋的残余势力,下令张洪范。 派遣使者,前往泉州,招降蒲寿庚,张洪范,便派出了一位叫做王文的使者,前往泉州,与蒲寿庚会面,王文曾经跟随蒲寿庚出海经商,与蒲寿庚有着深厚的交情,他向蒲寿庚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说,如果蒲寿庚能够投降,忽必烈不仅不会追究他的罪责,还会封他为平海王,让他继续掌管海上贸易,享受无上的荣华富贵,王文,还用南宋已经覆灭, 元朝已经天下无敌,蒲寿庚在抵抗,也是徒劳,不如早日归顺,保全自己和家族的安全,等等话语,劝说蒲寿庚。 蒲寿庚,听了王文的话,心中十分犹豫,他不愿意背叛南宋,但是他也不想招致元朝的杀戮,他左右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这时,他的儿子却站了出来,说服了他的父亲,说投降元朝是为了保全泉州的百姓,也是为了维护海上贸易的秩序, 蒲寿庚被儿子的话打动了,最终做出了投降的决定,他派出了自己的亲信,前往福建沿海的各个港口,宣布投降,要求各地的商船队停止与南宋的联系,归顺于元朝,他的投降,对南宋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南宋的海上防线。 顿时崩溃,南宋的海上贸易,也被元朝所控制,南宋的海上援助,也被切断,南宋的海上残军,也被元朝所消灭,蒲寿庚的投降,也被后人视为南宋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蒲寿庚,虽然投降了元朝,但是他并没有得到忽必烈的信任和尊重。 呼必烈对他的财富和势力十分嫉妒和忌惮,他派出了自己的亲信,监视和控制了蒲寿庚的商船队,剥夺了蒲寿庚的自由和权利,他还对蒲寿庚的家族和亲友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清洗,杀死了蒲寿庚的儿子,逼死了蒲寿庚的妻子。 抓走了蒲寿庚的女儿,将他们送入了后宫,成为了忽必烈的玩物,蒲寿庚为了投降元朝,失去了一切,他的心中充满了悔恨和痛苦,他在元朝的末年,郁郁而终,死无葬身之地,而蒲寿庚的悲惨命运,也没有让他的后代得到安宁。 元末,天下纷争四起,百姓流连失所,在多放角逐下,朱元璋赢得了天下,建立了明朝,朱元璋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经历了元朝的灾荒和压迫,后来参加了反对元朝的红金军起义,逐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最终在1368年建立了明朝。 推翻了元朝的统治,结束了蒙古族在中国的统治,但出生在明朝的朱元璋,十分痛恨背叛国家的汉奸,所以他对蒲寿庚的投降,恨之入骨。 他认为,蒲寿庚是南宋的罪人,是元朝的走狗,是中华民族的叛徒,因此,朱元璋下令将蒲寿庚的后代全部查找出来,将他们的男子全部变为奴隶,他们的女子则视代为娼妓,从此断绝了蒲姓的后代。 本来,蒲寿庚利用自己的经商头脑,掌管着海上贸易,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后代子孙会留下一大笔巨额财富。 但蒲家却因为投靠了元朝,从此沦为了社会的最底层,遭受了无尽的苦难和屈辱,但作为一家之主的蒲寿庚,想必当时也是犹豫不决,一边是家国山河,一边是全族人的命运,实在是难两全。 如果是你们,会如何抉择,家定十年,蒲寿庚的家族从广州来到泉州定居。 而且他的父亲曾经还担任过安息县的主部,当时就被南宋朝廷授予了承洁朗官衔,也因为他父亲的原因,他们的家族也受到了一些好处。 而且他们当时还遇上了海寇,幸亏蒲寿庚和他哥哥两个人帮助官兵将其击退。 蒲寿庚因为击退海寇这件事情也被皇上封为福建安府使,之后蒲寿庚借助这件事情既为官也为伤,所以蒲寿庚就在当地凭借自己的权利在当时开展了香料的贸易。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他的这些贸易都是合法途径所获得的,而且他本身就会两种语言,所以在海外贸易方面经营的也是风生水起的,甚至还发展各方面的贸易。 但是这个香料贸易蒲寿庚基本上是垄断了泉州香料贸易将近30年的时间,可以说蒲寿庚当时的身价也是非常高。 原本自身就拥有了很多的财富之外,而且在海上还拥有一定的话语权,所以宋朝的统治者授予他总海博兼主是博,有了这样身份的加持。 对于蒲寿庚以及蒲寿庚的家人来说,无论是为官还是为商都有着很大的便捷之处,甚至在后期的时候,还有很多关于蒲寿庚家族的历史遗迹和历史资料可以供我们用来研究。 其实在1973年的时候,在后竹港发掘出来一艘关于南宋远洋货船,这艘船的总重量为200多吨,在这艘船里边还发现了很多香料遗迹。 主要有檀香、沈香、乳香、龙咸香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学者认为这艘海船很有可能是蒲寿家族的香料船,甚至还猜测这和蒲家香叶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蒲寿庚在宋朝的时候对于海上的贸易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也因为这件事情让蒲寿庚在当时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这样的荣耀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就发生了变化,甚至在后期的时候,这个蒲寿庚还做出了难以理解的事情。 隔有二年,援军开始向宋朝发起了进攻之势。 甚至在援军进攻之前,援军还派遣大臣来说服蒲寿庚兄弟们,希望他们能够放弃宋朝站到援军的阵营里边,但是蒲寿庚兄弟们并没有这样做。 相反,他们对于这样的拉拢之势并不是很在意,既然蒲寿兄弟并没有投降的想法,援军所幸也就不再劝解,之后就开始对宋朝展开了攻势。 同年三月份,宋朝统治者选择了投降,宋朝基本上已经是名存实亡的状态了。 没有想到,谢道清太后竟然让各地的大臣全都归附于元朝,蒲寿庚的家族也同样不例外选择了投降。 但是他们和其他人不一样,因为蒲寿庚的后面还有很多的政治力量一直在支持他,所以说蒲寿庚在元朝的时候也成为了元朝的大臣。 甚至在当时还有一句话,大宋不祥,为大宋忠臣,既奉旨投降,为大元忠臣。 但是这样的话语,对于宋朝大臣张世杰来说并没有很大的诱惑力量,因为他所带领的部下一心想要恢复宋朝,所以张世杰就带领二王南下,准备在泉州建立新的朝都东山再起,可是这样的行为却被蒲寿庚视为不好的想法。 在蒲寿庚看来,二王本身就年龄小,什么事情都不了解,张世杰这样急着立二王内心,恐怕有别的想法吧,所以对于张世杰这样的想法也是反对的意见,当时的时代背景并不是很稳定,所以为了更多的物资,张世杰决定对蒲寿庚的商船下手,奈何张世杰和蒲寿庚之间根本就不是对手,甚至还接连败退,除此之外,蒲寿庚还对城内的宋氏宗族全都图进,整整守卫全周三个月的时间。 感谢观看